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跳 今天休息第二日啊 昨天刚刚那个 船的机器保养了一下,今天第二天 第二天的话 等一下马上有海鲜要到 马上要进鱼器了 5月1号马上要进鱼器了 趁进鱼器之前 收点海鲜哦 那个进鱼器给粉丝们 打些 打些那个海货 现在捕鱼啊 现在捕鱼很难捕到 鱼业资源比较缺少了 电话打过来 两艘船就补了 200斤的待遇 太可怜了 一艘大船成本出去 补个十多天的话 这种雷达网大船啊 成本就有20万 我听他们说 回来的只卖了三四万 三四万块钱 亏了十五六万了 海上现在出现 海晃了 这几年 冰袋做一些哦 今天都要速冻好 待遇到了啊 哎 叫我小铺这样装来的 一共就几箱了 一箱两箱三箱五箱 五箱加五箱十箱 两百多斤 还有这个排钩排上来的 小黄山 这个待遇都一斤半以上的 好嘞 干活嘞 正宗的雷达网大鱼啊 这些大鱼都是 要山山海去补的 手拿过都有油的了 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都叫这个待遇叫油带 吃起来这个肉比较软软的 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的 好了 准备干活了 先把这些全部加工加掉 全部真空真好啊 这些是直接发出去的 真空真好保鲜一点 真空处分 这个鲜柱就会锁住了 这么一下啊 二十斤 二十斤装满 树洞 外面再套个袋子 多一层保鲜哦 这个待遇像保鲜一样的 这个鲜柱全商保存的很好的 我特意给它关照过的 啊 弯都不会弯的 看看这个厚度哦 看看这个厚度 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带鱼好不好吃 这个嘴巴还有彩色的 这个刀鱼啊 刀鱼它这个牙齿很厉害 这个直接打包打走了哦 五条带鱼五条防塞 好了 送装 全部都装好了哦 二十斤一一箱 这些都要代驾的啊 今天都要驾出去的 这么一箱 两千多块钱 两万多又没有了哦 好了现在两点钟了 中饭都没吃 找个地方随便吃一点 吃完回家休息去了 那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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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